2015年推出的 The Witcher 3 巫师3 有着栩栩如生的开放世界 扣人心弦的故事剧情 刻画鲜明的人物角色 以及种类繁多的怪物 还有紧张刺激的战斗 让玩家可以迷失在这个广大的奇幻巫师世界里面 不知不觉失禁就这样子不见了 游戏本身不只成为了许多玩家心目中的经典 也在游戏界当中获得了大大小小一千多个奖项 一千多个哦 后续开发商GDPR也没有闲下来 陆续推出了两部筷子人口的资料片 到了2017年的时候 更针对了PS4 Pro 跟Xbox One X 这两台游戏主机 提供了4K画质的强化版本 2019年甚至把这个内容超庞大的游戏量 塞到了几乎人手一台的Switch上面 同年还有Netflix的改命影集推出 让这款游戏的名气跟销售来到了新的高度 那现在CDPR又有新的动作啦 计划在今年12月14号推出的次世代版本的更新 为了这款推出至今已经7年半的游戏大翻新 让游戏看起来更加漂亮之外 玩起来也会感觉变得很不一样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次次次世代的大更新 到底是改了哪些东西吧 前途市场聊天 每天开机玩 大家好 欢迎回到大前者 我是Ricco Popa 当初巫师3的次世代更新 开发商CDPR说是预计要在2021年推出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被他们家的20机器给雷到了 这个更新的推出日期就这样子一言再言 原本是外报给别人开发 最后又改为自己内部来开发 时间还变成了无限期延后 而这个超漫长的等待总算是值得啦 根据目前开发团队透露出来的消息 他们在这次次次世代版本当中加入了一大堆的新功能 首先最重要的当然就是画质部分的大提升 这次开发团队找来了网路上的MOD大神们一起合作 把HD Rework 这个著名的MOD整合到了游戏里面 游戏中有非常多的模组啊 贴图啊 在解析度跟材质上面都经过了强化 几乎所有的花花草草都重新的制作过 原先平面的石头鹿现在也变得很立体啦 就连天空的云以及各种的天气变化 都会比旧版的更精致 所以不管是环境 人物 甚至是怪物 在次世代的版本当中看起来都会更显实更漂亮 从画面上来看 可能会很多玩家觉得 这不就跟我以前玩的巫师3看起来差不多嘛 但记忆是会骗人的 如果把2015年的画面放上去一比较 就能很明显的看出新旧版本的差别啰 PC 的版本当中有加入了光线追踪 全域照明 以及光线追踪 环境光遮蔽 来让画面更逼真 也追加了FSR DLSS 动态解析度缩放等等的技术 可以降低显卡的负担 提升游戏内的帧数 还升级了荧幕空间反射的功能 这样游戏当中像是护甲这种会闪闪发光的物件 就能产生出金属应该有的光源反射 那既然是PC 的玩家 玩游戏的时候只要显卡跑得动 一定都会想把所有的画质都设定调到最高 Ultra 极致 开好开满 这次开发团队在画质的设定里面 特别加入了Ultra Plus 极致加的选项 例如背景人物数量 植被密度 细节强化等等的各种设定 都可以全部依照玩家的需求来调整 榨干花大钱买来的显卡 既然画面变得那么漂亮 是不是也该拍个照让大家来评评一下 这次开发团队也特地在游戏当中加入了全新的拍照系统 玩家可以在暂停的游戏画面中 调整场景的氛围或者拍照的角度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 不能让杰洛特在游戏当中做出特定的表情或者动作 不然有了拍照模式之后 网路上应该会多出一大票有创意又搞笑的名图 至于有次世代主机的玩家 这次巫师3次世代的更新 也提供了品质还有效能两种模式可以选择 如果是用Xbox Series S这台主机 那游戏的帧数在两种模式之下 分别会是60或30fps 而Xbox Series X 跟 PS5 在品质模式之下 会有全域照明 光追环境光遮蔽和荧幕空间反射 也会有FSR 动态解析度缩放等等的功能 让家境的玩家也能够玩起来更流畅 同时画质上也会有大幅度的升级 那只要在 PS5 或者 Xbox Series X 和 S 这些次世代主机上游玩 无论是选择品质模式还是效能模式 那个画面的表现 几乎都已经接近 PC 上的极致画质了 PS5 的玩家也有专属的新功能 那就是在这次次次世代更新当中 加入了触觉回馈还有自适应扳机的资源 在战斗中像是施法 打到敌人 或是被对方的间隔打 都会有完全不同的触觉感受 此外游戏中还加入了新的游戏视角 能够让玩家选择以更贴近杰洛特的月间视角来体验整个游戏 当视角更接近了之后 整个游戏的体验也会变得很不一样 不管是逛地图还是跟怪物打下 都会更有身丽其境的感受 而这个近身视角也可以依照玩家的喜好来做切换 有骑马 探索 战斗三种不同的情境 让玩家自行来选择什么情况要用哪一种视角 用手把操作杰洛特移动的时候 也会有两种不同的模式可以选择 看是要清过蘑菇头的时候是走路 按下蘑菇头才会变跑步 还是说只有按下A键才会跑步 游戏中的Hard的显示界面也会有一些更人性化的改动 像是右上角的迷你地图以及任务目标 以前是只能选择开或者关 那如果关掉之后想要看 还得手动再打开很麻烦 这次团队把它改成了动态式的 可以设定成玩家在探索的时候 右上角这些地图还有任务目标 就会变成自动隐藏 有需要的时候只要按一下聚焦模式 就能把这些东西再次叫出来 然后让玩家确认一下自己的方位还是该做什么 7秒之后只要没有再按聚焦模式 小地图跟任务目标就会自动消失 而大地图上面也有做出了一些小调整 有玩过巫师3的玩家可能都会知道 大地图里面跟育碧的游戏好像 充满了密密麻麻的问号 这些问号不只让地图看起来很乱 还不一定都是重要的地点 有时候可能就只是一个宝箱而已 开箱拿到东西通常也不一定有用 但对于玩游戏有强迫症的玩家 看到这些地图就会觉得很苦恼 很想把这些所有的点都清空 结果就是越清越无聊越无趣 说不定还会因为这样的气坑 这座团队特别提到 这个其实不是他们的本意 所以特别加入了大地图标示的筛选设定 让玩家可以隐藏掉所有的问号 还有小船标示 只留下最重要的那些地标 这样玩家就可以更自然的去享受游戏 感受走在路上意外的发现宝藏的惊喜感 另外开发团队还针对游戏中的战斗 新增了一个超级友善的模式 以往战斗中截落特子如果要施罚 通常是得先叫出一个法术轮盘 这个时候游戏中的时间会暂停 等选好了施放的法术之后才会再继续 现在只要开启了这个模式 就能类似用组合键的方式在游戏中无缝施放 不用再叫出那个法术盘来影响节奏 不只是战斗会感觉更流畅 更有动作感操作也会变得更直觉 更过瘾 这个设定不管是手把还是键盘都能通用 除了上述提到的这些画质和操作上的改动之外 制作团队也听取了许多玩家的留言和建议 并在游戏的其他方面做出了改善 比如说字幕的显示太小了 总算是可以随意的调整了 像是对话 剧情选项 NPC讲话 都可以分别调整显示字幕的字体大小 还有之前很多玩家反映有问题的两个游戏任务 Opher出品以及寻宝任务 狼学派装备 也终于是修好了 就算是以前已经在两个任务遇到问题的玩家 只要安装了最新的更新档 就能够回溯修好之前遇到的这些问题 而以前游戏中的过场动画和剧情动画 只要开始了就一定得看完 要是中间突然想要做什么事情 就很有可能会错过剧情 那这次他们重新编写了游戏中的程式 总算是可以在动画看到一半的时候按暂停 而且以前游戏里面的某些过场 其实是预录的 所以有可能会发生过场动画里面的角色外观 跟玩家游戏中的设定不一样 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很跳动 现在这个问题也完全解决了 此外游戏还额外新增了简体中文的字幕 甚至还多了中文的配音 还蛮好奇讲中文的杰洛特听起来 到底会是怎样 其他就是额外增加了Netflix猎模式 影集的DLC内容 有影集中的护甲蓝图可以拿 但为了让这些武器护甲等等的道具 能够更好融入到原先的巫师3游戏当中 制作团队还特地为这些道具编写了全新的任务 还找来配音员录制这些新的对话内容 那跟影集的联动还不止如此 还有丹德里恩的新造型可以选择 杰洛特可以穿的 弗尼加德护甲 这感觉应该就是影集里面黑色那套看起来很像蛋蛋皮的黑色塑胶带 丑到一个极致的护甲 不过总比没有的好 上述所有的这些次世代更新内容 全部免费 只要有在PS Xbox或是PC平台上面购买过巫师3的玩家 都可以免费升级成最新的次世代巫师3 就算买的是实体光碟片 也可以透过有光碟片的次世代主机来做升级的动作 游戏也有支援跨平台的进度功能 只要有登入GOG的账号 不管是在PS5 Xbox Series X跟 S 还是PC 存档都能在不同的平台之间 搬过来又搬过去 不过也是要有购买不同平台之间的游戏版本 才有办法这样操作 那次世代版本的上限日期是今年的12月14号 开发团队也有特别提到 说他们制作次世代版本的理念 就是想要让玩家有更好的选择 能依照自我的喜好 把巫师3设定成最适合自己游玩的游戏 所有的这些新的改动 像是更亲密的视角 更干净的游戏画面 以及更流畅的战斗体验等等的 都可以让玩家比以往更容易的沉浸在游戏的世界当中 甚至还能带来与旧版的巫师3 完全不一样的全新体验 如果还没有玩过巫师3的话 非常推荐趁这次次世代的更新来体验看看巫师的广大世界 至于像我这种已经玩过全破过的玩家 在看完这次的更新内容之后 感觉都会有一种冲动 想要再重新回国复习一次 好了 关于次世代巫师3的内容就先到这边 感谢各位观看到最后 如果方便的话 请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小铃铛 想要follow最新的游戏消息 或者各类的游戏新闻 都请订阅我们的频道来获得最新的资讯 我是Riko帕帕 我们有缘 下次再见 拜拜 今天发现Netflix上了Mobius 之前就有听说过负评不少 说什么编剧不合理啊 视觉效果浮夸啊 片尾彩彩莫名其妙啊 就抱着猎奇的态度跟老婆把这部片给看完 我个人认为是没有到很糟啦 就耍片嘛 部分剧情确实是有点薄弱 基本上开场就知道整个走向了 视觉效果我反而很喜欢 可能比较接近打游戏常见到的表现方式 那片尾彩彩蛋呢 就真的是莫名其妙了 这都不是重点 看完之后我就跟老婆讨论一下感想 这时候我老婆就问我说 为什么吸血的怪物都是那种蝙蝠啊 为什么不用蚊子啊 蚊子也是吸血啊 我说叫Batman多帅啊 你觉得叫Mosquito Man像话吗 Who's there I am Mosquito Man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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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gonna suck out all your blood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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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闹的好吗